来开始到2017年的联考真题 题目问我们 要使一棵非空二叉数的前序和中序变力序列是相同的 那非叶节点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那现在我们知道一棵二叉数的前序变力是中左右 也就是先根节点 然后是左子数和右子数 而中序变力是先左子数 然后跟节点 中间的跟节点 最后再变力右子数 那其实我们发现 它们两个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是中左右 一个是左中右 那它们的顺序上 总是最后变力这个右子数 你就是右是在最后的 那前面呢 一个是中左 一个是左中 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左和左中 而我们知道中是必须要有的 因为中就是根节点 任何一棵树 它总是要有根节点的 那因此要想让前序和中序相同 我们只能让它没有左 如果没有左了 那它们就都变成中右了 也就是先根节点 然后再变力右子数 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变力 因此我们说 实际上 如果有一棵树中 它有一棵 有一棵二叉树中 它满足所有的非叶节点 都只有右子数 也就是向右下这样一路斜着下来的 那它的前序和中序便利 肯定都是也是按照这个顺序 从上到下这样一层一层的直接下来的 因为它没有左子数 没有左子数的话 它们两个的便利都是先根 再右子数 先根节点再右子数 所以说其实这条题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选出来 按照这种情况 一二三四 那它的前序和中序都是一二三四 因为每个节点都是没有左子数 所以这条题很容易就能选出来 我们选择B选项 所有的非叶节点 都满足只有右子数的时候 这个这棵树的中序和前序便利是相同的 那好这条题将解结束